首先我们来导入我们的电视墙 电视墙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过它的CD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CD 进行一下观察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将CD 整理好的进行 关闭 然后在这里点不保存 然后重新来打开一下 打开好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电视墙 它是在我们平面布置的 这一面 所以我们应该让它对齐 于我们的这边 这里有一块隐形门 我们来看一看 两边的墙体都已经对齐 对齐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放好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放在它对应的位置上 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写上它的名字 电视墙 对它进行一个冻结和隐藏的处理 接下来我们再来导入会客厅 会客厅 之前我们说过是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要对齐下我们的CD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会客厅 对齐的是这边的这面墙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顶视图 这里 它是在沙发的旁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对齐好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摆放好位置 对它进行层的管理 会客厅 冻结隐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还有 它的一个 餐厅 之前我们说过它是在我们的 餐厅的旁边的这面墙 是这个墙 它挨着我们的餐桌 可以在CD上来进行一下查找 好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有餐桌的位置 然后有门 我们在它的平面布置上来看一下 在这里 有餐桌 有门说明这张立面图 是从右边往左看的 然后来旋转一下 将它对齐 在这里还要调整一下 在这里还要调整一下 差不多之后 进行旋转 在这里没对我们重新再来调整一下 摆对好位置 同样的层的管理 同样的层的管理 冻结 你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玄关的这个位置 是 对 一 二 一 在这里它有一些柜子 然后我们能看到它的墙体的对应的应该是 这边 这边是块面板 也可以旋转一下 它在这边的绘制方法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我们到手做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进行一下调整 它比我们的墙体看起来要大一些 摆对好位置 添加一个层 玄关 冻结 隐藏 然后我们的CED都整理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来对它的空层进行删除 然后将我们的勾勾到0的标准层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一个立面先取消隐藏 来确定我们墙体的高度 我们可以先取消隐藏我们的电视墙嘛 现在我们来开始绘制它的墙体 首先我们可以从墙体开始逐一的绘制 因为有的地方它没有给我们画出立面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有立面的墙体来确认它的一个层高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这边的正面墙体 选择创建 举行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绘制墙体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层高可能在3米左右 2米8 跟我们标准层高差不多 在这里我要配置一下我的一个编辑的命令 所以我们可以绘制墙体的墙体 墙体绘制好了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直接写墙体 我们可以将墙体更名为白色的 然后这里有个门的位置 门在我们住家的里面 一般门的高度是2米2左右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餐厅的门 和我们旁边的这些门来做一些推敲 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个餐厅的这个立面 进行取消隐藏 来推算一下门的一个高度 门的高度2米1 在这里入户的门一般会比餐厅的门要高一些 可以改到2米2 在这里它是1米8的层高 然后让2米2的墙 然后这里可以挤出600 作为我们的墙体 放到顶上 这样这边的正面墙体就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绘制一下我们餐厅的这面墙 在这里我们来绘制一下 我们刚刚有说过要把门的位置留出来 然后还要留出这一块 它的一个冷藏酒柜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来绘制一下 在绘制的时候它和我们的电视墙有一些重叠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电视墙先取消隐藏 将它隐藏起来 用勾线的方式来进行绘制 然后将我们的酒柜 进行 像开窗洞一样的绘制方法 然后对它挤出 墙体的厚度应该是在200左右 或是240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应该是24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酒柜的位置要往墙体外凸一点 所以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酒柜 在这里我们刚刚还说过它的墙是有贴墙一字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一下它贴的什么材质 先把材质的名字给附加上 墙子圆墙面墙纸 说明它和旁边的墙是同一个材质的 都是贴的墙纸 在这里我们先是可以在这里更改一下它的原墙的 原墙的墙纸 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一个 红酒的冷藏柜它的一个做法 在这里它有一些线条 这个线条好像在我们刚刚看到的上面 这些地方的这些地方的线条是差不多的 还有这里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线条的绘制 我们首先将试图切换过来 我们只用绘制 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它四个是一样的 同样的我们先绘制一个路径 再来绘制一个它的剖面 在这里 我们在绘制它剖面的时候 有很多方法可以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之前看到旁边的这些 进行导入进行一个绘制 这边好像都不是太一样 这个好像差不多 40 它就写80 可是我们这个可能没有80 我们要测量一下 如果是80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那个 剖面进行一个绘制 它只有40 那现在我们只能自己绘制一个剖面 我们先绘制一个40 40乘20的一个标准框 在这个标准框里面做一个它的造型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尽量让它的线条漂亮一些 它的点没有对齐 我们刚刚好像在绘制的时候 勾选了那个不开始新物体 我们将这个进行删除 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己来绘制一下它的剖面 对它进行一些圆角的处理 可以在它的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里面选择点 有一些圆角可以来使用一下 让它看起来有一些造型 有了造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失去我们的路径了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失去我们的路径了 这种路径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它来使用 都能够让它几乎